今天给家人们分享一道既好看又好吃的五香肉皮卷拼盘,想学的接着往下看吧。 首先把洗净的肉皮冷水下锅,再放点料酒,大火烧开煮个五六分钟捞出,清水洗净之后用刀刮去表面的肥油。 锅中再次烧水,放入处理干净的肉皮,再来点料酒,再放入葱姜干辣椒,生抽,老抽,再来点蚝油,再放入盐鸡精调味。 最后再放入一包秘制五香卤肉料包,大火烧开转小火煮40分钟。 肉皮煮熟之后捞出,卷成卷,放在保鲜膜上,再给它包起来,一定要包得紧实点。 卷好的肉皮卷放在盘中,上面再放上一块盘子,压上重物,压个四五个小时,然后去掉保鲜膜,改刀切片。 接下来再切点黄瓜片按视频摆好,上面再摆上咱们的肉皮卷。 接下来再用半个西红柿切成薄片卷成花朵,摆在中间,再用黄瓜根做成头尾,胡须摆好。 最后用胡萝卜做一朵小花装饰一下,五香肉皮卷你像我这样做可好吃了,喜欢的赶紧收藏吧。